Lun Sang 优优 、Lun Sang 优优 、Lun Sang 优优 有一个事我发现有很多新生日资争 比赛的朋友们其实很少 或者是不会转 車輛塗在車輛後,很多人會看到很髒的線位 便會閉加火,便會想到後果 千萬不要放進去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位置,不可以長進去 簡稱,若見到前人或試車當時還未開賽 那些人都會放在這些位置,便會放假 別害羞,別覺得很多人會放在別人 十套輪胎都沒有 第二件事,為何要拿車殼呢? 就是這裡 通常我們,不知道鏡頭是否拍到 當然老手大家都會知道 我跟新秀說,大家剛好想玩比賽 通常車殼,可能跟海綿泵把有空間有距離 最好是找海綿,即是一邊有貼,即是核心面貼 哇,羅那張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這些位置 跑起來後,頭便會滾滾 哇,有次拍到你的頭 哈哈 哈哈 還有一件事,如果你可以緊貼去 車頭的下方會有些不同 還有第三個原因 如果你是緊貼去 沒有這個位置給它的空間 就算你撞的時候 會內用一點 因為你沒有太多虛位去接 車殼也會內用一點 那麼,下壓力便會好一點 車人亦都會穩定 因為你這樣跑起來 就這樣彈一彈一彈一彈 就這樣彈一彈一彈 那你比賽前 你們可以準備這些 就是看下車學術都要剪 當然你夠就可以了 你不要剪到 不要剪到它變成小孩仔 OK? 不要剪到它這麼多款 這樣款就死了 OK? 好 那就 好了 其實賽事怎樣去計分 怎樣去定輸 怎樣去分組 怎樣去分組 你們知道 兩兩次 OK? 好了 那我都說一說吧 我就說 一般通常的做法 有些賽會的賽例 或者它那個 初賽可能的 場數會多些或少些 我們說一般通常 就是會有三場的初賽 三場的決賽 A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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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常的初赛是怎样大呢? 就是你五分钟进去 跑最多一圈 最快的时间 譬如你是跑 五分零五 十八圈 你就跑到十八圈 五分零六的 很明显就是你慢了他一秒 不是,他快了一秒 五分零五嘛 他慢了他一秒 你慢了他一秒 搞清楚了 你慢了他一秒就对 OK,素贺试完 很明显就是他的成绩 他会快过你 OK 我大致上是五分零五 有机会 同时间有几个人跑五分零五 因为会很准确的 低下个比数 五分零五点几 算了八分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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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 分享吧 我选择一个比赛 是在泰国的 跑五分零二 是有九个人 全都是看八分秒 即是选择五分零二 就已经可以有一组 所以竞争其实是有机会的 你不要看轻一点 有时赚了一点 好了 记住冲尾圈 是的 一天 主持 你叫你收车 或者赛事 结束 你听不到这句 或者你 因为你会有编号 有个码 或者他会编到你 可能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不知道 他会叫我 可能一号完领 又收车 或者甚至没有 赛事结束 那你听到这些关于你的东西 你才不要收车 如果不是 继续考虑 一直考虑 考虑叫你平平平 因为如果是 所谓什么叫尾圈呢 刚才我说05 那就是0 如果你不冲 你可能是四分 四分五十点 那你的成绩特别是四分五十点 就算了多少 明白吗 好了 一般的菜例呢 就是三个初赛 就选两个 选两个 选两个 就是三选二 所以我们三选二 那现在三选二 他会编分的 就是第一个初赛 我当有十 十个人参加 十个人参加 那最快的那个 他可能是0分 他到0分 第二个那个 可能是1分 那就如此类去 去到第十个人参加 就是10分 那三选二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你跑完就一个 要算第二次 第二个初赛 第二个初赛 那你可能第一次跑 我好厉害 我好厉害 我0分 我最快的 可能第二次 那一回合 你回合了 10分 那你的总成绩呢 就是叫做第一回合的0分 第二回合的10分 那你就叫做10分 你就叫做10分 你就叫做10分 好了 譬如 第二个初赛 第二个初赛 他都很平均的 第一转才是1分 第二转他都拿了1分 那他就叫做2分 越少分 就越前 所以 所以 你第一转很厉害 都没用 或者你第一转是0分 第二转是5分 OK 那你另外的对手 他第一转是2分 第二转也是2分 其实他都快过来 那第三转呢 陈先生 好 OK 那其实他都会快过来 明白吗 因为说的是 一定是跑过平均 不是说10分 好了 为什么经常说3选2呢 其实就是 三个初赛 选你两个最好的成绩 你有一个弄了的 譬如 哎呦 你这转失了手 一开始就重弄了 或者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有一次机会 你一次机会 你最差的成绩 他不介绍 只是计你最好的两个成绩 即是两转的成绩 所以你有一转弄了 不要紧 你最重要 你跟着两转 不要弄了 那 那 这些是一般 一般 香港普遍的比赛 初赛 那 那 决赛 那 决赛 怎么计呢 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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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隆赛 escri 那 这样 那 决赛 那 呢 好,你會問,有機會是同分 你一戰一分,一戰三分 你兩戰都是兩分,那大家都是四分 那怎樣輸贏呢? 就是看看誰有拿過一分 他拿過一分 我們稱為同分,但是輸贏 原因是,他會計算你最好的獲勝 是多少分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讀一下書,可以的 B組是怎樣計算的呢? 有些廣播的賽會都不同 有些賽會是兩轉計算的 有些賽會只選擇最好的一轉 那這些我就不一樣 我又要特別說一件事先 因為你來這場的小紅杯 所以,之後之慣性的做法呢 他會有一個排位賽 其實外國或者很多大賽都會有的 甚麼叫排位賽呢? 就用來排位賽 正規來說 因為可能有三十人過命 三十人過命 那你怎樣可以公平些去 例如說 每個人都是高手 突然間有兩個不太會玩的 放下去 又或者全部都是不太會玩的 然後放了一個高手 那你其他粒都會有甚麼效果 在考初的時候 這就是有些人 我不是認識的 要是很快的那個 然後就被慢車在那邊阻礙它 好,那 為何他以前很隨意 之前會說 是電腦排的 就是這樣 但現在小紅 一般做法都是排位賽 我排位賽是怎樣跑呢? 他會計你三圈 連續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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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到最快的三圈 你不要跑一個神尊圈 你要三個圈都做得很快 那你就可能他就用這個時間 但這個三圈的排位賽 通常是三分鐘而已 三分鐘 那你們的對策是怎樣呢? 這三分鐘你沒有理由拿盡量 除非你真的覺得好不理想 一般就是覺得均勻 我可以了,我沒得再放了 或者我感覺到這三圈 這四五圈 我跑得很順 沒得再放了 那你就不怕 因為你再雷下去的時候 你只是選擇條體 因為這次比賽當然是同胎 一同胎跑散 那你需要不要太快用盡的條體 那你的三圈裡面通常都是怎樣呢? 都是跑自己的 當然 你看到那些快的 當然 你看到那些快的 你當然要只能走 那你要看 那你要看 那你可能 我講你做不到的 那你可能做不到的 那你可能做不到的 就是看空去跑吧 我現在沒有辦法 我還好 看看它們正在這三圈裡面 看不到這三圈最好 那如果有二圈內 你還可以滅充 那你可能還可以滅充 那當然不知道 他能穩定 那你一些甚麼 我想問一下,初賽也有三場,你二場分了兩場嗎? 會,因為這次有限聚的關係,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有少少的配合 但正常的比賽中,只有十個人一組,如果有二十個人會有兩場 剛才我剛才說,他最初大會會安排怎樣呢? 他真的有電腦去安排那個初賽,隨機這樣 我不知道你是在做還是在做,那你就出來跑吧 那你就要跑到剛才我所說的,排位在三圈 那你三圈跑完之後,他會重新,依據你三圈的成績 最快是當年在某一號,就是過了一號 最快是一路這樣排回來,那頭十個我們通常 俗語我們叫排到組,因為這班是大,我們叫排到組 那接著,第二組呢,或者叫... 通常,組別都是有慢一點的跑線 就是你跑完之後,排到很厚,排到三十個人,排到很厚 那基本上,你一出尺,其實都是一組 就是由慢一點的跑線 那大佬組通常都是電腦的,大佬 那我當然不希望你們跑到最低那組 那最高的組就知道,就有負責大力了 那不要跑到最低就OK了 那或者就算最低那組,最厚那幾個呢 Wingy今次有多少人?有兩組而已 入A是目標,做不到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其實不要給壓力自己,其實是一個經驗 入不到A就嘗試拿個A11 對,是一個經驗 還有,我也有一點點分享 我都見過有些人從來沒鬥過車之後 他那次可能就去救一次車 救完車之後呢,我覺得... 即是我幫魏從來沒鬥過車的東西 他第一次嘗試救車之後呢,通常都沒有辦法 即是,簡稱呢,錯了,覺得失敗 他就不去嘗試再面對他 我希望你不要是後者那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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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做理由不去世都是 沒有理由遇到失敗之後你退出 對,對,對 這次輸了,下次來看 這次不好,下次來看 這次不好,下次來看 對 原來玩車這個做法 看他們倆想做一個close-up有沒有鋁光 對,對 我真的見過有些人 鬥完一次車之後再叫他鬥 那當然他有千百個力量去鬥 但我們希望如果你真的喜歡這種運動 即是遇到失敗 不要放棄 還有比賽 不是現在一場的嗎 對不對 對吧 你人生流浪的場 都不是現在一個遇到一個分難 總有時候遇到很多分難 遇到分難 遇到分難就像我這次 真是打垮了給他 好啦,謝謝邱文 謝謝邱文師兄 你有什麼感想啊? 你們兩個鼓掌之餘 緊不緊張? 是不是已經開始緊張了? 緊張 對了,還是第一次頂上精神 我也是這樣說的 小小,補充 你們第一次上台 不是手震就腳震 是隨便一樣震的 你只是跟自己說 放鬆一點 深呼吸 深呼吸 但是有些人震足五分鐘 我就震 可能一開始過賽中 是比較弱一點 是的 但是你一上台的時候 因為你都要等著 自己慢慢心想 可以 非常愛自己 但是震就沒有了 唯一 鬥多一點 沒有震 震到下台都還在震 對 沒錯 那你們想有什麼問 有什麼說 那我就可以走開了 再見 謝謝 謝謝師兄 謝謝 謝謝